我们先来看一下著名魔术师 马里奥的香烟魔术表演 香烟放进嘴巴 烟头怎么又跑了 我们再看一次 这烟头也太诡异了吧 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烟头会自动跑路 我们盯紧烟头 看它是如何变化的 仔细看烟头 哎 怎么烟头又变不见了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个魔术其实很简单 现在我就来教大家这个魔术 学会去骗朋友玩哦 直接著名魔术师 马里奥的香烟魔术者魔术 方法非常简单 来直接就出详细的教学 对不对 首先它是这样子的烟头在下面 来我们掉个头来抽个香烟耳 怎么搞的会跑到下面去 来再来一次掉个头 今天我是抽不成了 对不对 来这样子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把它 移上来 很清楚了 现在上面了对不对 对 好 这样子来我们一样的掉个头 来 再来一次看清楚 我把它慢慢的慢慢的移上来 很清楚了吧 在上面了吧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还在上面了 咬住他 对不对 来 一样的抽个香烟 来抽个香烟 来 好 非常经典的马里奥的香烟魔术 来直接出详细的教学 大家帮忙点个赞评论一下 转发行不行 来直接就出详细的教学 谢谢大家 未成年不要抽烟 可以表演魔术 自己用纸卷一根假的香烟 这并不是真的香烟 原理非常简单 它是这样子的 不讲你就不知道 一讲你就说 太奇妙了 太简单了 看到吗 所以呢 他就有一种错觉 比如说现在烟头在下面 我们翻一个面 这样子说掉个头 其实无论你怎么垫头 这烟头肯定在下面 对不对 你转过来也是一样的 好 放进嘴巴里去的时候呢 再把它旋转一个面放进去 所以他就会跑到下面去 学会没有 学会了 关注 我是小冬 带你我魔术 拜拜